三更有梦 书当枕 千里怀人 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 我是竹子 菜根谈有言 爱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人活于世 既要心存善念 不可无 不可有害人之心 又要心存警惕 不可无防人之心 为人处事 一定要留点心眼 这不是为了算计别人 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 经常吃亏 经常上当受骗 经常被伤害的人 大多都是较固执 无城府 缺心眼的人 古雨云 滴滴成海 人滴成王 大山不沿自己的高度 微额如云 土地不沿自己的厚度 恩责万物 大海不说自己的宽度 一望无银 真正有本事的人 略是深藏不露 如高山不沿 如净水流深 有的人总喜欢说 我走过的桥 比你走过的路还多 可是我们却发现 一些走过很多桥的人 依然会犯低级错误 真正厉害的人 往往有三个特征 会说话 能藏风 懂便通 会说话 言而大 知也 默而大 亦知也 说话得当 是明理和智慧的表现 沉默得当 也是明理和智慧的表现 会说话 是一种能力 一种智慧 懂闭嘴 是一种修养 一种境界 作家冯继才 在《俗世奇人》里 曾讲过一个故事 天津有个卖茶汤的 手艺人 叫杨巴 他做的茶汤 非常好喝 远见闻名 深得天津人的喜爱 有一次 李鸿章来天津寻茶 当地的官员 便让杨巴 给李鸿章 做一碗地道的茶汤 当杨巴 把茶汤端上来时 李鸿章眉头一皱 竟然掀翻了汤碗 在座的人 不知道李鸿章 什么意思 吓得大气不敢喘 这个时候 杨巴看明白了 李鸿章 是把茶汤里的芝麻 当成脏东西了 杨巴刚想告诉 李鸿章 这是芝麻 转念一想 不对 因为如果这样说 则证明李鸿章 骨骂挂文 连芝麻都不认识 想了一会儿后 杨巴急忙跪在地上 咚咚咚 咳了几个响头 然后说 小人不知道中堂大人不喜欢喝压碎的芝麻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饶了我吧 他说完后 李鸿章才知道汤碗里的是芝麻 当时他觉得 这小子太聪明了 既保住了自己作为中堂的颜面 又告诉了对方实情 顿时心情愉悦 李鸿章借颇下驴说 虽然我不喜欢喝压碎的芝麻 但这茶汤实在是好喝 也该嘉奖啊 他说完后 让手下的人奖励了杨巴一百两 会说话的人 必然是懂得察言观色的人 他懂得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能很好地处理好 和任何人的关系 李鸿章在说话的艺术中提到 说话等于表达 但是要表达好一句话 是需要聪明才智的 倘若说不好 就很容易得罪人 对此深以为然 说话喜欢直来直去 从不顾及别人感受 看上去很直爽 其实是缺心眼 俗话说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这句话 虽然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会说话的人 确实是聪明人 口无遮拦 容易祸从口出 口吐善言 就能趋及避凶 能藏风 周易曰 君子藏气于身 待时而动 君子有卓越的才能 却不到处炫耀 而是在必要的时刻 把才能施展出来 藏风手桌 是一种自我保护 和实现自我价值的生存之道 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 因为深暗藏风手桌的道理 所以才能在复杂的官场中 悄妙避祸 同志三年 曾国藩兄弟 率乡君公婆天经后 举国上下都在欢庆 连皇上也为之兴奋不已 然而 曾国藩多年的官场经历告诉他 功高震主 位及身家 于是 他在给朝廷上奏的奏折中表示 臣统军太多 即波才彻三四万人 一劫弥废 出于对清廷的了解和熟悉 加值对弟弟曾国权的性格了解 曾国藩在财彻乡君的同时 还奏请曾国权因病开缺 为老家调养 因为当时 曾国权才攻破天经的所作所为 一度成为众矢之敌 且清政府也担心他 登高一呼从者云集 所以 既想让他早点离开军营 又不想给他一个实权的位子来坐 曾国藩此时 以其病重为由 让其回老家休养 很快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 并奖励曾国权六两人身 以时未解 虽然弟弟一时不理解曾国藩的行为 甚至怨恨曾国藩 但最终曾氏能在整个官场 平平安安走到最后 这足以证明曾国藩的藏风手桌 是有先见之明的 藏风手桌 绝不是懦弱和畏缩 而是人生的大智慧 大境界 未尽力康的 运命论里说 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 堆出于岸 流必湍之 行高于人 众必飞之 树木高出树林 风肯定会把它吹断 土堆突出河岸 激流肯定会把它冲掉 德行高于众人 众人肯定会对它进行诽谤 太爱表现自己的人 往往不懂得藏风手桌的智慧 做人做事 必要的时候 要学会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 金玉园里也说 逢人只说三分话 未可全抛一片心 总是掏心掏肺 心里藏不住事 看似真诚坦荡 实则是心无诚服 浅薄粗俗 锋芒毕露 难免会遭人嫉恨 藏风手桌 就不会惹祸伤身 懂变通 唯禄叶化有言 正而过则淤 直而过则捉 做人太过方正 则容易不同事故 形势太过直率 则显得有些笨拙 有时候 坚持未必正确 懂得变通才是智慧 有一个人修缠 方道请示师父 一个人跟别人的关系 到底怎么样才叫合适呀 师父和他说了四句话 第一句话 把自己当别人 学生想了想 把自己当别人 那么喜忧都能很快过去 师父又说了第二句话 把别人当自己 学生想了想 这意思大概是将心比心 推己及人 换位思考 师父大笑 你很不错了 便又说了第三句话 把别人当别人 学上皱皱眉说 是不是说 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 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尊重 所以一定要本着别人的立场出发 师父说 你的悟性很好 接着又说出第四句话 把自己当自己 学生呆坐半傻 这句话太深了 我还要好好去悟 这段对话 看似文字游戏 却蕴含着很深的禅意 这些自己和他人的变换价值 就在于 你每一次都换了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 很多时候 学会变通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人的一生横冲直撞 一味拼杀的是莽夫 运筹帷幄 懂得变通的才是智者 周易曰 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是以自天又知 极无不利 事物达到极点时 就会发生变化 发生变化 就能通达 通达就能保持得长久 遵循这一变通的原理 就能随势而动 无所不利 高山不语 只有巍峨 流水不止 自成灵动 许多时候 人之所以会失败 只是因为 坚持了错误的东西 却不知变通 僵化固执 就容易撞到南墙 圆润变通 就能够柳暗化明 总结 诸葛亮说过 辉红智史之气 不亦望子飞薄 弘扬智史们的气概 不应该随随便便地 看清自己 一个人真正的强大 不是有钱 有势 而是拥有一颗 强大的心灵 人只有物装到了心灵 才能无惧人生地 风风雨雨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只有内心强大的人 才能有这样一份 从容 淡定 共勉 人的一生 都是在不断否定自己 和肯定自己中度过的 一味肯定 会成为自大 总是否定 会形成自卑 真正厉害的人 都善于 正视自己 完善自己 会说话 良言 暖人心 能藏风 手桌 带时机 动便通 无往 而不利 我们的人生 实际上应该是 随时地拿起 随时地放下 随时随地 潇洒地走 因为最终一个结果 你要明白 我们赤条条 来到这个世界 最后赤条条 离开这个世界 什么都带不走 剩下的都是一个过程 记得心理学家 毕淑敏曾经说过 一个人的心智 成熟表现在 他能从负面情绪中 快速地走出来 停留时间越短越好 还有知名的 刘庸先生也说过 他能在街道 影响自己情绪的电话后 当客人来到他家后 他会立刻将这种 负面情绪 暂时搁置脑后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有一种高级修养 叫事来则进 蔡根坛周说 性造心粗者 一事无成 心平弃合者 百福自及 意思是说 性情急造易怒 做事粗心的人 很难取得成就 而心平弃合的人 各种福分 会自然到来 被怒火裹挟的人 深陷迷雾 不自知 很难看到事情的真相 自然无法解决问题 而平心静气的人 头脑清醒 总能拨开云雾 见月明 不会陷入情绪的沼泽 善于置怒的人 不论身处何种境地 总是一副 好脾气的模样 福气和运气 也随之而来 动怒不如动脑 知名演员陶红 曾在节目中 分享过她的育儿经历 有一次陶红 正准备出门 女儿不小心 打翻了牛奶 她本能地瞪大眼睛 提高声调 冲着孩子发火 你怎么回事啊 话还没落音 她就看到女儿 一脸惊恐 不知所措地看着她 陶红马上意识到 自己做错了 后来女儿 再打翻牛奶时 我都会提醒自己 发火解决不了问题 我会马上跑过去 抱住女儿 对她说 害怕了吧 没事没事 女儿挖的一声 哭了出来 哭完后 主动承认了 自己的错误 同一个人 面对同样的事 做出的反应不同 得到的结果 必然不同 动怒不如动脑 被怒气冲昏 头脑的人 智商为零 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 说出商人的话 甚至惹出祸事 这些后果 通通都要自己买单 发火之前 暂停三秒 问问自己想要的结果是什么 同事阿兰 业务能力突出 个人业绩排名 连续两年 稳占公司第一 但她带的团队 核心人员 全部辞职 新招的人 坚持不到三个月 就提出离职 究其原因 我们看在眼里 阿兰自己也很清楚 但她就是管不住自己 每次她的下属犯错 马上全公司都会知道 因为她总在公共区域 怒不可结地指责 追问 甚至骂人 一次 一个新来的实习生 发错了表格 她立声问道 你为什么会发错 就是因为你不仔细 不认真 刚踏入职场 就是这个样子 想混日子吗 我告诉你 赞我的团队 别想混日子 想干就好好干 不想干就滚蛋 实习生红了眼眶 当天下午 就申请了转稿 阿兰的目的是 通过这次教训 实习生能够以此为戒 下次不再犯 同样的错误 获得成长 但怒火被点燃时 恶言恶语 灼伤了别人 也灼伤了自己 列夫特尔斯泰曾说 愤怒是别人遭殃 但受害最大的 却是自己 控制不住怒气的人 就好似人群中 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你不知道何时 他会被点燃 让大家措手不及 久而久之 大家的唯恐 避之不及 易怒不如易数 清朝名臣曾国藩 身居高位 为人低调谦逊 以他的身份 出行 要做八台大轿 但他只坚持 做四台大轿 有一次上朝途中 曾国藩 做的四台大轿 和一位官员 做的八台大轿 在一个狭窄的 小巷子相遇 对方一看 是四台轿子 以为里面 做的官阶不高的官员 轿子前引路的小丝 骂骂咧咧地 冲到曾国藩的轿子前 借着没有让落的缘由 将曾国藩 从轿子里揪了出来 结果坐在轿子中的官员 看到对面的人 是曾国藩 吓得连滚带爬 跪到曾国藩面前 磕头谢罪 曾国藩不仅没有动怒 反而将这位官员扶起来 笑着说 不怪你 是本官的轿子 挡了大人的道 人生在世 哪有事事如愿 在发懦和宽恕 别人之间 体现的是 一个人的修养和气量 有位老禅师 有天晚上 在禅院里散步 发现墙角 突然多了把椅子 他一看便知 这是有僧人 违反四规 偷跑出去了 他不动声色地 挪开椅子 蹲到原来 放椅子的地方 不一会儿 一个小和尚 踩着禅师的肩膀 跳了下来 等他落地 才发现 墙下蹲的是师父 小和尚支支吾吾 紧张地半天 说不出一句话 老禅师平静如往常地说 天凉了 去加件衣服吧 此后 小和尚再也没有 偷跑出去过 老禅师的宽恕 润物细无声 比发懦和责罚 更加有利 宽恕如同一缕清泉 荡敌人们的心灵 缓缓冲淡心头的怒火 让人平静下来 看到事情本来的缘由 看清别人 也看清自己 在网上看到过这么一段话 生活如海 宽恕作舟 泛舟与海 方之海之宽阔 生活如山 宽恕为静 寻静登山 方之山之高大 生活如歌 宽恕是曲 合曲而歌 方之歌之动听 那些宽恕别人的人 从不把怒火喷向别人 看似忍其吞声 实则胸中藏着天地 成年人的标志 是适来则进 网上有个讨论度 很高的话题 一个成年人 真正成熟的标志是什么 有一个回答 深以为然 即便内心波涛汹涌 表面也能 云淡风轻 低谷时能调整好自己 高处时 也能坚守好本心 如果用四个字总结 大抵就是 事来则进 事情的发展 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生活充满了种种偶然与不测 很多人的心情 都容易因此受到影响 有一次 一个学生向王阳明请教 老师 我在内心安静时修心 觉得您说的思想内容都可以体味 可是一遇到事情 心态便大不相同了 这该怎么办 王阳明回答他 人需在世上磨 方能立得住 方能静一定 动一定 没有人生来就懂得如何静心 必须要经受住世事的磨练 根基才能更稳固 现实中 王阳明也是这样做的 在他初创新学时 其新学理论 被许多人攻击为 邪说异端 受到各方劫难 他的弟子们 为此愤愤不平 抱怨道 他们不懂老师的学说 就随意评论 王阳明却并不生气 反而自我反省到 是我们做的还不够啊 之后 王阳明更加努力地 完善新学学说 并加大力度宣传 越来越多的读书人 开始崇尚新学 新学也逐渐获得了 与传统理学分庭抗理的地位 当事情超出我们的预期时 先不要慌乱 冷静下来 考虑清楚前因后果 权衡清楚利弊 再采取行动 先处理好自己的心情 才能处理好 发生的事情 很多时候 当你遇事越慌乱 就越容易出错 导致满盘皆输 静下来 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 理性思考 才能找出 相对合理的解决之道 制怒 是一个人的顶级修养 一暴一怒的人 一时总能激起千层浪 善于制怒的人 再大的石头扔过去 也会石沉大海 生活本就不易 千万不要因为男人心头之气 亲手毁掉 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美好 学会做一个 善于管理愤怒的人 让家庭和睦 人际关系和谐 事业发展顺风顺水 胡适曾说 世间最可恶的是 莫如一张生气的脸 世间最下流的是 莫如把生气的脸 摆给旁人看 这比打骂还难受 你的情绪里藏着你的态度 你的态度决定了你的行动 你的行动里 暗含着你的命运 愿你做一个会制怒的人 你的行动 终将为你带来好运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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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